暴地培练新手时发现个很重的问题 几乎是所有新手的通病 那就是转弯的方式是错误的 看似不起眼 实则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那么今天暴地就把转弯中容易遇到的问题 给老前面总结了一下 只一听遇到后面越重要 首先第一 遇到路口转弯时 一定要在转弯前先把车手降下来 不要在转弯的过程中急刹车急减速 容易造成车身不稳 容易发生侧滑侧翻的现象 你想想人家赛车手飘移的步骤 是不是就是在速度快的时候猛打方向 然后踩刹车 你记住生活中不是赛场 转弯速度太快 踩刹车的话很容易发生事故 接下来第二个 也是很多新手犯过的错误 也就是说走到路口转弯时总是站错道 并不是说不按规定车道去转弯 而是说转弯以后站错道 比如说你右转弯 右转弯以后你方向打得慢了 你转过去以后你走在了最左车车道 你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呢 因为咱们右转弯一般情况下都是长右转 还有可能你转弯变道时左右两个方向的车辆 它们是处于律针执行的状态 你这样变道过去 突然走在最左侧 是不是很容易影响左右两侧执行的车辆呢 所以咱们转弯时记住一句话 左转转大弯转到最左侧的车道 右转转小弯转到最右边的车道 转弯前在哪个车道 转弯以后还在哪个车道 这样不会影响到其他车辆正常通行 相对来说也是最安全的 第三行驶到弯道的时候绝对不要超车 因为弯道视线不好有盲区 等你在弯道超车时超个半截 你发现对面来车的时候已经晚了 说什么做什么都已经晚了 根本避让不及 所以弯道切记不能超车 想要超车一定要在视野宽阔的地方去超车 第四转弯时不要这样单手去打方向 很容易脱手 特别是夏天天气炎热 手上容易粗亢的老铁就更不能去单手打方向了 万一脱手了很危险 第五变道转弯时提前打开转向灯 往哪边变道你就要看哪边的后颊镜 并且要提前打开转向灯 我发现有很多新手司机是已经开始转弯以后 才去打这个转向灯 你这样打不打都无所谓了 因为你这个转向灯用途你都没有搞明白 转向灯是用来提醒后方的车辆 我准备扁到转弯了 而不是说我正在变道 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总结起来就是说一灯二镜三方向 转弯前先打转弯灯再看后颊镜 确认后方安全以后再动方向 怎么办朋友们 暴力说的这几点你中了几个呢 有则改之无则加免吧 那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